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台北股市它到底面临的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说过它有结构性的问题 等一下再来探讨 第二个它有货币贬值上面的问题 第三个应该就是投资朋友心中里面知道 就是内有内患外有外患 这个外患是什么 就是在整个华为 它开始成功的推出Mate 60 Pro 就是整个一个华为的新手机 它卖得很好 卖得很好的过程之中 整个一个美国它就会去检讨 你凭什么华为还可以去卖 这个高阶智慧型手机 虽然我不觉得它高阶 但是美国一定会这样检讨 所以它就开始防堵更多的管道 让中国去做取得 但是我觉得美国想太多了 也就是说你无论怎么防堵 你一定还是会有缺口 譬如说你要如何防堵 偷偷带货 晶片那么小 还是可以有人偷偷去带货 但是不管 但是美国就是这么想 它要去防堵 或是防堵中国大陆借助在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中东国家 在之前讲的 或是讲香港 去借助在这些的国家转运 再送到所谓的中国大陆 再过来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 我说我不想多谈 因为这个是宗教问题 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很多有些有宗教的属性 你这样的话 本身来讲的话 我就比较难去做分析 可是我只能够说 只要不要太多的国家 去介入以巴的问题 让以巴的问题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 就局限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其实它的问题是不会太大的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去做解读 所以台北股市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冷静下来 为什么要冷静下来 这就回归回来 我要去讲的一件事情 就今天的台北股市 因为它非常的接近 之前的低点16202 也就是说 它只差了49点 如果明天再跌49点 它就破了 那破的过程之中 那你就必须回归回来 冷静下来 一定要冷静 我就说了 假设明天是跌下来 这个会不会背离 假设它的技术指标 破了16202 它会不会背离 答案是会背离 答案是会背离 也就是你的指数去创新低 你明天的KD指标会低档的背离 站在技术性的一个操作 你不要管我刚刚讲的风风雨雨 外面怎么样 内部怎么样 我说内部是结构的问题 外面就是尾巴的问题 跟中美上面的问题 你都不要管 回归回来技术面 它就是会低档背离 既然它会低档的背离 你就不要过度的杀低 而且我的看法 没有这么的悲观 也就是第四季会倒吃甘蔗 渐入佳境 整个10月份的第一个营业日 是16382 16382之下 你不要过度的杀低 现在距离10月底的一个收盘 还很远的一个时候 所以可以发觉台北股市 就是这个样子 我说台积电上个礼拜四的法说 它造就出来礼拜五就这样了 很多业内主力 就在反市场的一个操作 它就是如此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我刚刚已经讲 台北股市它其实 它就是在试图打底 打什么 打这边是左 这个是一个底 这是一个右 它在试图打底 当然你碰到了 外在的因素上面 而言大家非常的一个恐慌 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今天这么的恐慌 大家都讲 内患就是台北股市的结构 非常的投机 外患就是刚刚讲的 中美贸易战跟尾巴的问题 请问今天沙盘有亮吗 今天沙盘是没有亮的 只有2131亿的亮 你也不用过度的减章 那就算去破底 它如果是一个破 低档的背离 他直接上来 那你要去杀到最低吗 你也不需要 那再来我们要探讨是在技术面 第一个 你的短信的日KD 我说之前的季线之上 因为季线扣高 当时候我就跟他讲 季线之上 你不可以过度的乐观 你要在季线之上买股票 你的资金就是要去做切割 第二件事情 KD指标没有修正到 低档的超卖区之前 你要去进场买股票 就是你的中线保护短线 中线的好的买点 一定是短线转落时 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去当中长线的一个买进 可是你的KD指标 在极短线还没有修正完成 你变成怎么样 你一样要分批去做布局 而这个好的布局点 就是短线转落 现在短线有没有转落 短线的确是在转落 可是你的KD指标 跟我们在之前讲的不一样 你的KD指标现在已经30的48 也就是说到了明天 整个台肥股市会出现两个现象 一个最坏情况 你去破16202 你低档背零 第二个你再跌 你的技术指标会到低档的超卖区 它都不适合去做过度杀低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答案 我并没有事事而非 它都不适合你过度的杀低的两个原因 一个如果你明天就要破16202 你KD指标会低档背零 第二个你的技术指标里面的KD指标 它已经会到低档的超卖区 这是两件事情 再过来这个时间刚才谈到背零 你的中线的周KD 本周就是关键 如果你这个礼拜像今天下去 明天谈上来 下一周 这一周的下半周再拉起来 你的周线上面来讲 就还是多方 所以它是一个关键的过程 就像月线一样 你月线 这个月的前10天看是黑的 搞不好你后10天 20天来看它是红的 所以周线就是要以这个礼拜五 为主要的观察指标 我们讲过新台币没有指标之前 外资齐选线没有同步的做多 因为它要做多才有利于多方 在此之前 以内资偏多的个股为主 但是在记得最近里面 我说为什么台股台北股是没有量 它分成两个 我就问大家 你买一张 一张好像买的 对不对 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做离场 可是一些的中时户 它可能买1000张 1万张 2万张 3万张 它能够快速的从股市里面撤离吗 它没办法 你现在这些的个股 我们举例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我们说今天会涨的个股 我们随便做一个举例好了 最近很会涨是2369的零升 它就看到很多的风测股 它涨它也涨上来 可是2369的零升 它的一个EPS来讲话 在今年的上半年 是负的2.04 第三季是比第二季去做成长 但是会不会大赚钱 会不会大赚钱 这就是你要去做了解的 或是3041的一个阳字 3041的阳字也是负的 6168的一个红旗 大家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你看也没赚什么钱 所以在最近就很奇怪 3122的整个一个所谓的升权 这是MCU 我说你要投机 你就买这种低价 MCU的部分 你要投资那就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台北股市会涨的股票 在最近里面都涨这一些 或是你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看到除了典范 或是你看到什么 清云 清云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它也没赚什么钱 你要将这个大资金 我们说台北股市 它出现了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当你开始群魔乱舞 当你开始都涨这种不赚钱的公司 本益比低价不代表本益比很低 本益比是按照你的获利 去除以你的股价出来的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你都涨这个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对一个中史户而言 它的感觉是什么 它的感觉是这个盘在群魔乱舞 这个盘是很投机的 它会减码 它反而会去做减码动作 它至少不会去大幅的加码 这种股票 只有那种什么金主型的 什么叫金主型的 就是做短线的 你今天有人帮他喊盘 他就买 然后喊一喊他就出 那个叫金主型的 或是隔日冲 隔日冲也是金主型态的一种 或是一些短期之中的 短线操作的业内跟主力 他会做 因为他快进快出 所以他都会去选一些量大的 可是投资朋友 如果你选这种个股 你一定要自己告诉自己 不对你要跑 很多投资朋友 在最近里面就发觉到 他的一个操作是赚钱 赚钱就好像赔的 赔钱 就抱住 死报活报一直报 就是赔钱不会出 你买这一类型的转机 个股里面 就是低价的 其实很讲白了 他就是走低价的 铜板个股 如果你选择这一类型的个股 也要注意两个关键 一个 如果他有多转空的时候 你要出 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墙是OK 可是以后转弱你要出 第二个你要知道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你选择这些个股 他什么时候要公布财报 财报就是11月15号之前要公布 如果11月初你还买这一类型的个股 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公布财报的时候 他就没有财报空窗期 从11月份开始就没有财报空窗期 你买这一类型的个股上面 你自己要比较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台北股市里面来讲的话 我刚才谈到说 你内患就是你本身的结构 我就问大家都涨这一类型的铜板个股 你涨铜板个股也OK 你一定要去涨到亏钱的公司吗 如果你一定要涨这些的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除了一些所谓的资本比较少的 或是你章数比较少的 或是他又多型的短线的一个客人上面 或是金主型喊盘的一个部分 你要如何容纳这些稳定型的 譬如说法人的买盘 或是稳定型的中实户的买盘 那这种股票大股东会去帮你买吗 除非我刚才就讲你有非常高的把握 这些股票就是转机 从亏损到赚钱 或赚钱到大赚钱 那你可以买 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把握 那你自己要注意我刚才讲的一个技术面 一个就是时间上面的问题 那我说外患的问题 中美贸易战也不会去解决 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你就维持在这两个国家都好了 不要其他国家参进来 因为以色列有任何的石油 他就说最近里面避险操作 你要买黄金 你要买石油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消息这样告诉你 我就问大家巴勒斯坦有什么石油 你看到什么时候巴勒斯坦有产石油 你看到什么时候以色列 会是原物料 大中物资生产国 以色列他本来就是在各个国家里面 他的金融机构有很多是犹太人 他们很有钱 他们在帮助以色列就OK 而且以色列这个国家 比我们台湾有些东西还厉害 他的一个国防更厉害 他的科技很厉害 他的长照棒得不得了 因为很有钱 男女接兵都要去当兵 巴勒斯坦根本没有产油 巴勒斯坦也没有大中物资 巴勒斯坦到底在做什么 种蔬菜的 种水果的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现在当然你看到很多的媒体 无限的上纲 他这些无限的上纲是来自于什么 他是来自于你其他国家加入 比如说你如果扩及到七国 你如果扩及到什么 那会不会扩及到七国 谁知道 所以你自己要清楚 你这个就拉回来 你这家公司值不值得你买 你要投机你要怎么投机 你要操作你怎么操作 这就是这个问题 到了这里来我的看法不变 16382之下 他是买点 他不是卖点 我到现在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就跟他讲说 本来台北股市就是会拉回第二只脚 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的台北股市 我就说很多时间点 你要不要为自己的幸福去做准备 我说你做得好就自己做 对不对 我就问大家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节目 你可以适度的投机 如果你永远的投机的过程之中 你手上从十几 二十几年前到现在 你很有钱吗 你很有钱吗 这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有些忠实户可以一直很有钱 为什么鼠方可以屹立不摇 我就讲白了 我今天就算从这个舞台上消失 我钱也够 不要讲花不完那个太那个 就是说我的钱绝对够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要有舍有德 在股市之中的操作 你可以适度的投机 但是不能过度的投机 就我刚刚就讲 物籍会必反 有德会有失 都是在股市之中里面的 就像台积电 你还跟我讲说 人家法说会礼拜四效的法说会 礼拜五明明就好 那为什么今天跌得更多 跌了12块 这不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股市有三个面向 基本面 资金面 筹码面 这个就是资金面上面的问题 所以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你要被动型基金里面的回来 你基本上而言 你就是要台币不再贬值 第二件事情 你要台股能够呈现多头 你的结构就要改变 你必须转由业绩股挂算 因为再过来11月份 要公布10月份的营收 再过来11月15号 要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你过度的投机会出些的状况 这是我提醒观众朋友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每一个人都想要财富早点自由 谁不想 当然每一个人都想 可是你自己本身 你的人生的财富计划 提早财富自由 你要制定一个计划 那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什么 这样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说 油或是黄金 不是我选择的 那在这种过程中 我从来也不看好 所谓的债金 我就每一天涨一趴叫大 涨跌一趴叫大跌 可是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站在美国基础利率里面来讲 现在是5个percent 他会长期在5个percent到6个percent吗 你回头去想 整个一个民国 雷曼金融风暴 当时候是0.25% 所以你长期 就定期定额在某些的 长期的投资里面 你不要管他短期 他的跌就是提供你的机会 我没有说叫你一定要买 我只告诉你说 有一些ETF 你自己可以长期的定期定额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的个股也一样 在面对目前的拉回 我就是提供中长线上面 大好的时机 2024年 以台积电法说会的内容上面 它就是会进入到第二部曲 AI人工智慧的晶片 会百花齐放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 既然第四季是衔接 到2024年里面最后的一季 而且是越来越好 渐入佳境 这边就是进场时机 我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到底要买什么 买什么才是好的 我们进一段广告 再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我刚才谈到 股市之中有基本面 有资金面 跟所谓的筹码面 但是在基本面上面而言 很多的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用功 你必须要自己为自己的财富 自己的看法上面去做负责 我刚才在之前就讲说 要适度的投机OK 你要炒铜板个股也OK 但是你要讲的理由 要非常的合乎 目前的一个状况 譬如说3041的杨智 你说它跌得很深 它股价很便宜 它很久没涨到 现在流行IC设计个股 你要炒它 没意见 你千万就不要跟他讲说 他是联家军 也不要说联发科是联电集团的 也不要说杨智是联发科的 因为根本都不是 联发科什么时候还有杨智 联电什么时候还有联发科 早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炒就炒 没有意见 就像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说你自己花15块钱看报纸 你自己要留意 这是在4月17号就今年 这某报纸上面也讲说 联发科被重砍目标价 然后你去砍联发科 现在联发科是在近期高 然后也讲说 这样子就造成了亚信 金星科跟所谓的杨智 股价都大幅的下跌 帮帮忙好不好 那都是市场上面 没有更新 杨智不是 杨智不是 这是大家自己去留意的 我就说过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回归回来 因为台积电是半导体的火车头 上游就IP 再过来IC设计 过来就是晶圆带工 过来就是封装跟测试 他说的好与不好 绝对跟科技产业的景气 是有关系 台积电既然都敢说的 第四季比第三季 能够成长11个% 为什么你要认为不好 台积电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看坏 他不是没有看坏 他看坏跟看错 尤其是看错的几率里面 他其实很低 这样算一算一共三次 之前两次 现在要再加一次对不对 三次 既然第四季比第三季好 明年比今年好 为什么你会认为科技产业不好 他看好的是不是AI 看好的就是HPC 这两个一定没错 这两个最有关系的 AI HPC在台湾而言 因为本来都把持在国外的IC设计晶片 这个部分里面就是IC设计的上游 叫IPNRE细致材 它一定会得力 因为你的细致材 你一定就是要靠什么 IC设计就是说一定要靠它 去降低它的设计成本 降低它的一个设计的时间 所以它一定会好 而且中国受到美国这样的打压 它会等死 它会等死 它就不会去发展华为了 所以它一定也要靠我们台湾的一些公司 只是每一家公司靠的不一样 再过来它HPC也是这个 再过来它就讲说 假设观众朋友 你是要做长线的 我就跟大家讲 它就说手机要落底了 看起来是要落底了 NB也看起来是要落底了 但是落底跟需求的上来 它是有差距的 落底 然后最坏情况就是这里 股价最坏情况就是这里 但是你要上来 一定要需求去带动 所以这个部分 你就需要一些的时间 就算你要长线布局 我在之前我没有叫你再去买国具 当时候的国际400多块钱 你看那个线我就跟他讲说 你看线也是谁会去买 这会就看线去买我随便你 第二只脚还破线 对不对 可是你后来看它涨100多块 每个人都说好 结果呢 所以你要长线布局 你就是要时间空间 我刚才就讲 NB手机 你慢慢分批去做布局 可是你要给它 一记到半年以上的时间 让它去发挥 如果说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去选择营收 营收我就跟大家讲了 细致材是OK的 AI在第四季也是OK的 如果你要选择投机 譬如说你要去买铜板个股 你要去买IC设计个股 你就要记住时间11月份以后 要比较小心 第二件事情 如果它破线 你要比较小心 在这种过程中 你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就像我刚刚跟他讲 3122的生权 它涨 它这一波大涨 我真的想你要投机你就买它 因为它是基本上而言 它是亏损公司 对不对 负0.97 那会涨就是说 它会32位元的MCU得到认证 那8位元就是用在消费性的店子 那台湾32位元最多的是新唐 新唐有赚钱 可是问题就是 现在市场上面流行低价股 你要投资你就投资新唐 你要投资你就投资什么 华硕 红基 你要投资就投资在 在经济里面板卡 板卡为什么高价股就不涨 低价股就涨 所以这市场过度投机 它其实这个时间 你只要去注意 春七天 一周左右的时间 你就不要过度的投机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也就是说AI相关的概念购物 假设你还要做伺服器的 你要去选择B100 B100没有你说什么 中国能不能接 B100就是非常好的 B100就是散热 要变成水冷式的散热 它的基板跟模组要去做改变 你的选择上面我就跟大家讲 你要去选择会做水冷的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要有幸福人生 你的财富要提早自由 你就加入鼠方的战斗计划 跟着鼠方在盘中的操作 你就有机会成为2024年 真正的一个赢家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选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by bwd6